如果要是看过去500年的历史的话 总共有过16次世界老大与老二之争 那么中间有5次老二成功的 干掉老大 赢了老大 另外几次老二被老大给打倒在地了 那么这16次中间有4次和平的过渡了 剩下的几次就发生了战争 那么如果我们看贯彻于过去500年的世界历史的话 老大与老二之争是一个连绵不断的一个主题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 在美国引领世界的过去100年的时间里面 美国先后干掉了英国 德国 苏联和日本 四个世界老二 那么今天历史性的中国做在了世界老二的交易上面 那么中美之争 我认为如果要是从中期来看的话 这是5G之争 如果从长期来看的话 从历史的事业来看的话 这是世界老大与老二之争 国运之争 我认为人类已经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到合兵器 这个时代已经我认为过去了 那么如果要是看日本苏联的话 美国都没有用战争的形式 来做出这个世界老大捍卫老 这个打击老二的手段 那么我认为中美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军事冲突 有这种可能性 我不说一定会发生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在其他的领域里面 出现各种各样的角力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贸易领域里面 出现了这些问题 接着我们看见这个贸易中间的纠纷 开始向科技领域蔓延 未来会不会在其他领域也出现呢 你看到最近这个无论是美国的国会 还是美国的行政当局 对于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问题上面 它的财块报表问题上面 又发出了许多的言论等等 我认为有可能这个再进一步的蔓延到金融领域 以后还不会有其他的事情呢 不知道 那么在我心目中 贸易战从来都不是一个贸易战 对 你贸易这东西是 不仅仅是你进口和出口之差 同时是你消费多少和你生产多少之差 只要美国人的消费习惯不改变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能真正改变的 对 你只是把你通过贸易战 可以对华贸易赤字减少 但是你会对越南 会对其他的国家的贸易赤字会增加 只唯有你把你的储蓄率变得正常了 那么你这个才能够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所以贸易战是没有办法令美国更伟大的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